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东大国年 汤圆 糖水近是不少得 而在沙厘头摆档多年 充满老澳门特色的勤基糖水 相信便会是不少街坊受损 随着澳门经济发展 以及社会对饮食卫生安全的要求不断提升 昔日的街边档如今卖少见少 勤基糖水便是其中一间严续至今的街边档 每到下午 推车就位 桌椅摆好就已经开张 街坊熟客或是坐在街边堂食 或是停车打包外卖 乐意不绝地光顺 就这样在沙厘头都过了几十年 哼着小吊做事的梁章泉是勤基第二代当家 从爸爸手上继承至今已经十几年 沿用父辈的传统糖水制法 令很多街坊回味无控 当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勤基自家调配 酱物浓郁 味道与别不同的杏仁花生芝麻糊 还有老少咸耳 清淡滋润的腐竹百果二米水 而很多街坊中外的香滑麻荣汤丸 更是冬至的应节食品 自然都要打包多一份大酒了 种种多年不变 朴实幸福的美味 承载了很多街坊的回忆 而权哥也和我们分享 为了方便外卖顾客 以及维持勤基街边档的风味 未来并没有经营门店的计划 不过自己已经58岁 都差不多要退下火 而勤基之后去怎样就是后话 都不会很久的了 一般来说都是 最多做到65岁前我都不会做的 年纪上下不上下 都算了 当是半退休形式做 做了那几年太一休 我的儿子做不做不做就算了 没办法的了 他们年轻就肯做不做都没办法不做 好 那个小多长 谢谢大家 上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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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